五一期间,琼海美丽乡村成为旅游亮点 北仁村咖啡嘉年华,即北仁乡纵订货会精彩分成 咖啡飘香吸引游客前来参与 琼海一村一品一节庆的产业发展格局 为节日旅游市场带来新活力 活动邀请了海南四大咖啡产区 万宁兴隆咖啡,城外福山咖啡,白沙陨石咖啡 穷中飞铺山咖啡,拱八支咖啡 和北仁村特配两支咖啡进行现场悲策 北仁咖啡充足挑战赛 由海南地区十位咖啡精英 选用琼海产的咖啡组成北仁村特色咖啡配方 分别用红西湖和手冲方式充足北仁咖啡 来自云南埃塞俄比亚,巴西哥伦比亚等知名咖啡产区 使之阿拉比卡精品咖啡亮相 免费提供现场宾客品尝 体验感就比较强一点 有着这个盐产地的豆子 然后还有这个自然环境 空气清新的这种条件下 更放松 通过促进交流 也能提高当地村民的这个咖啡制作的一个水平 那么也了解到来自四个产地的咖啡的 种植加工和它内在一些品质的质量 对帮助他们提高北仁村的咖啡种植 咖啡加工和咖啡质量 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现场还举办了北仁村农产品体验店 汇民集市和北仁乡纵订货会 进一步提升琼海农业品牌形象和知名度 在打造咖啡品牌的红薯 不是贺售农业产品 通过北仁村庄章海南美丽乡村民店 推动旅游消费 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造成员